今天講完心裡有很怕一件事 那也是沈晶晶就扣誰的事情 什麼事呢 十一住行育樂 太多肉票都在我手上 我全包了 在柯文哲任內 你把台北市公共工程 做一隻黑鮪魚 TOLO都割給了 都割給了沈晶晶了 最好的你看 雙子星 你還記得雙子星那時候中華工程 好龍命是在雙子星 不是太極雙星 就馬來西亞一個公司飆到 錢不夠就廢了 廢了以後他是第二順位 但是他又把那個資料丟給 易小偉 易小偉又把他幹死了 把那個郝龍斌市長 同黨殺了一塌糊塗 然後我就不給你做 郝龍斌就不給他第二順位做 後來拖拖拖到 柯文哲任內 雙子星又還在 還是要蓋嘛 你知道今天你一定要押標金 押在那邊 他是沒有錢的 所以中華工程是標不到的 那就別人標走 別人標走天下有這麼好的事 他照顧他兄弟你知道嗎 大家記不記得 台北地院在扣押金華城土地的時候 他講什麼 他說這個案子是柯文哲 沈慶金 彭震申等等 共同涉及違法圖利 台北地院跟你講得那麼清楚 這個案子是涉及 違法圖利的案件 既然是有司法高度爭議的案件 為什麼不能停工 你光是給他這個容積 讓他繼續蓋 這中間就是涉及違法圖利的 你還不趕快終止這個違法行為 這不是很奇怪嗎 第三個監察院的報告 這大家更是耳熟能詳 監察院的報告 針對這個部分 監察院報告 講得很清楚 他說這個金華城的核定建造 有重大的為師 這重大的為師 他舉出來說什麼 第一個 包括這個什麼 任性都市的 移居城市的 智慧城市 這個根本就你們自己創造出來 要製造這個容積的 所以這個部分 光這三個 包括最高法院 還有台北地院 還有這個監察院的報告 就可以足以讓你 蔣萬安市長 就可以當你的後盾 你可以有破例的讓他停工 可是他不要 他為什麼不做 他不做 他現在恐怕 我不知道他可能 因為其實魏京小省 過去長期以來 在這個國民黨的體系 其實他有他一定的人脈或力量 或者他想要當好人等等 結果台北市 台北市現在副市長李四川 他想說 我們想這個 左想右想 東想西想 最後只有一個辦法 叫做 我們只可以等到他 下一次的施工勘宴 這下一次的施工勘宴 至少半年以後 就至少要 就是說因為他上一次的施工勘宴 已經過關了嘛 所以他等到下一次的施工勘宴 要半年以後 這半年以後如果加把勁 這個日夜不停的施工 會不會造成到最後 你沒有辦法要求他停工 所以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另外 其實我覺得 沈慶經這個案子 其實造成的這個影響 不是只有說 這個案子本身進化成 你知道中工 他影響到中工 中工 就像剛剛瑞德兄有在那邊講 第一個第一魚果市場 那個我說那個東西晚一天完成 那個整個影響到台北的民生 魚類果菜批發其實也是很嚴重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還影響到什麼 捷運 捷運信義線的這個東延案 捷運信義線的東延案 那也是包括很多的新興的這個地區 包括人口 包括上下班 大家引頸期盼的 結果因為這件事情延宕 另外一個 實在是更倒楣 是新北市也受影響 新北市的環狀線 也是中工 大家記不記得 04 03地震之後 新北市環狀線中和 那個地方有一個 錯落的這個斷層 那這個部分引起現在 必須要全線環狀線 那個部分必須要停 這個完全的這個停擺 這個部分竟然也是中 這個中工的這個施工 所以坦白說 光是一個精華城案件 影響到的層面實在非常廣 所以就是說 我就覺得說奇怪 柯文哲之 任內是不是工程公司只有一間 怎麼幾乎都給他包 感覺好像這個 不管民生 雙子星搞半天 最後還是中華工程 都是中華工程 我真是佩服沈慶晶 這麼會做生意 所以那個刀叉可能很早就已經擺好了 擺好了 正式都擺出來了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金華城這邊 不蓋不行對不對 貿然停工不行對不對 因為地基挖太深 是不是這樣 所以蔣灣市政府是不是兩難 到底該怎麼處理 但是我們看到他一副不得罪人的樣子 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幾乎就是完全的沒有破例 行不行蓋就是他已經找專家去看了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還好是什麼意思 可以不要蓋下去 還好也不見得說他沒有那個多幾層重可以壓住那個叫做地下室 應該這樣講 那個請專家去看 其實蔣灣這方面他是沒有專業的 他會聽李四川 可是大家會看說這個理由是什麼 那你是不是代表一個是右派的政黨 你知道你聽懂我的概念 左派就會停工啊什麼的 兩種公共政策的看法 那所以他自己要想清楚 這有政治的後座力 那再看他那個圖最精彩的圖 這個圖 今天蔣灣心裡很怕一件事 那也是沈靜靜就扣誰的事情 什麼事呢 十一住行育樂 太多落票都在我手上 我全包了 在柯文哲任內 你把台北市公共工程做一隻黑鮪魚 TOLO都割給了 都割給了沈靜靜了 最好的你看 雙子星 你還記得雙子星的時候中華工程 郝隆斌時代雙子星 不是太極雙星 就馬來西亞一個公司標道 錢不夠就廢了嘛 廢了以後他是第二順位 那他又把那個資料丟給易小偉 易小偉把他幹死了 把那個郝隆斌市長 同黨 殺了一塌糊塗啊 然後呢 我就不給你做 好 我們就不給他第二順位做 那會拖到柯文哲任內 雙子星又還在嗎 還是要蓋嘛 你知道 今天你一定要壓標金 壓在那邊 他是沒有錢的 所以中華工程是標不到的 那就別別人標走 別人標走天下有這麼好的事 他都照顧他兄弟你知道嗎 那這樣子營造可不可以給中工作 你知道營造多少錢 603億 這是頭老是尾一度 然後呢 他手上 你看還有那個叫做中和的環狀線那邊 你知道所有的公共工程的基本常識 台北市的瑞士低陣營的六級 那時候才五級 六級跟五級 你知道還五級弱 什麼叫五級弱 他是三十進位嘛 從5.1到5.9 好 那你怎麼可以強度差幾十倍 你是不是豆腐扎的工程 而且因為歪掉了兩 停擺 大家好不容易標出去 你現在停擺 這個影響很大 環狀線串起來的話 那就厲害了嘛 整個交通就通了 那他手上還有16個建築案 跟包含都更 這個最誇張的環狀線 他竟然沒有要求他履約保固 沒有 他竟然合約裡面 地震強度沒有寫了 所以你知道現在 現在他0403證斷之後 必須還要再付一大筆錢給中工 然後他才來修復 這實在很扯 這個我補充一下 他有履約保固 但是新北市政府 居然沒有叫履約保固的中工 負責把他修復 新北市政府侯友宜 居然先給一筆錢 然後叫中工修 這不是很奇怪 你履約保固的人 你應該要把他修好啊 對不對 他就說不一定是我的問題哦 我都依照你們設計 我覺得這就是擺爛嘛 他們等於說先修好 對 責任的歸屬再說就對了 我要問的是說 國民黨為什麼遇到中工就這麼軟嘛 你如果今天是別的廠商 在你履約保固的當中 你就要把我修好嘛 合約怎麼規定 就怎麼走嘛 明明就是你保固 你壞了 你就要負責 為什麼新北市政府 還付了一筆錢 給中工 這麼幾批財團 因為中工打不出錢來嘛 現金很少嘛 就大家講的嘛 省慶京玩的就是高槓桿嘛 所以現在臨時都有一筆錢出來 又加上金華城出了這樣子的事情 他是不是錢拿不出來 所以他現在就變成說 身髮錢拿一條錢 給你去修復嘛 可是問題是說 我以為是覺得交通不能等 對 如果你保固就是你要做的 為什麼新北市政府要這麼軟嘛 那新北市政府軟 台北市政府的講話也軟嘛 金華城停工 我告訴你 停工化威是一個手段 要你來幹嘛 要你來談嘛 金華城現在如果停工 確實有可能浮上來 可是如果我告訴你說 你要停工 停工 這個法院要求扣押的是什麼 是20%的111億不法的獲利 對不對 好 你來談 你如果20%你保留 你把它變更設計 你不要讓不法利益實現 你有沒有可能繼續改 可以 可是你現在軟軟的 金華城就說 反正我吃定你嘛 所以你看 那你們質詢的時候問講話 他到底怎麼回答 沒有啊 他就說 以前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的時候 就是不法行政 就是不依法行政 所以才留下那麼多的拉單子 所以我們現在要依法行政 是法律如果沒有講 法官如果沒有講 我就不能做 軟趴趴嘛 記者會之後講話 還是不吭聲嘛 是嗎 還是軟趴趴嘛 另外你知道嗎 他除了這個之外 忠實話還講什麼 他說啊 我告訴你喔 金華城不法容積的 爭取這一件事情 跟我無關喔 因為當時爭取的人 叫做金華城 不是我鼎月開發 不是我忠實話 所以你們那個不法利益的扣押 這一件事情是無法的 所以我要提抗告的 可是我要告訴你 鼎月當時在爭取20%的榮獎的時候 當時的董事長叫什麼名字 朱雅虎吧 朱雅虎是當時2020年3月的 鼎月開發的董事長 你們當時的開發 鼎月開發的董事長 現在都已經承認 他已經行賄了 而且他行賄的對象 就是柯文哲 還傳給李文中 傳給太壁如 所以你們現在擺爛說 跟我們無關 我們是善良的小白兔 騙人嘛 這裡是你的西岡 這樣杠哈 abling一天 這麼說 他們 如果你們 泡